好了 我們持續來到基隆市 基隆市長林宥昌在今天臉書po文 表示早上覺得喉嚨怪怪的 結果一出門前快晒陽性 那林宥昌表示目前只是 輕微的發燒跟咳嗽 沒有其他症狀 大家放心 他也會依照規定 居家照護7加7隔離 那目前來講的話 也是由副市長代理 那林宥昌也表示說 有了上次的居隔經驗 這一次的隔離 不會影響到工作 會透過網路來做一個推動 在昨天指揮中心公布了 變異株BA.5入侵了臺灣 反而掀起了接種潮 早上有不少的民眾 就排隊來打疫苗了 最新的情況 我們要請記者汪嘉瑜告訴我們 好 主播觀眾 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 就是成德市場這邊的疫苗接種站 可以看到其實現在一大早 已經有不少長輩 都已經在這邊等待接種疫苗了 因為昨天指揮中心公布 變異株BA.5已經正式入侵臺灣 而且一口氣是新增了4例 所以不少民眾 其實都相當擔心 自己會染疫 一大早趕快來這邊打疫苗 來提升保護力 我們來聽一下現場民眾怎麼說 半年以後 之前打的效率已經沒有了 所以現在第四季趕快打 我當然要打第四季 我要命 就想說還是做乖寶寶比較好 然後朋友跟我說 這邊有誰到誰打 不用上完預約 比較方便 我就來了 可以聽到民眾大多都是很擔心 有時間就趕快來打疫苗 因為大多數的人雖然都已經打完第三劑疫苗 但是其實到現在疫苗的保護力可能已經剩不到五成 而且不少專家日前也曾經說過 其實建議在秋冬之前全民都要打完第四季 保護力才足以對抗來勢洶洶的變異株 另外美國CDC也有統計數字打了第四季的話 死亡率可以降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這回編譯株BA.5入侵本土 這段網路上掀起討論 不少網友喊話政府應該要開放全民接種第四季 會比較安心 國內首度出現了兩例BA.5本土的兵力 是因為前往機場兼美國返台的家人而確診 雖然全城都戴上了口罩 但還是染疫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就說 這有可能是車窗緊閉 通風比較差 而面對了BA.5強大的傳播力來勢洶洶 感染科權威台大醫師黃立民就認為 可能是八月中BA.5會大流行 爆發的時機會比較高 也可能會回到單日新增5萬例的確診 是不是會更高 他也不敢講了 不過我們回過頭來看到台中的這一起 全台第一起的Omicron BA.5家庭群聚的案件 這是住在台中的舅舅跟外婆 北上去接從美國返台的妹妹跟兩個小孩 無人疑似是在車上被傳染 而且都是BA.5的變異株 而市府在疫調之後 竟然只匡列了一名接觸者 民眾就憂心忡忡 質疑說難道舅舅外婆在這段期間 都沒有外出上班或者是出門嗎 很擔心這個變種的病毒會不會是 早就進入到社區了 台中新增本土兩例 BA.5家庭群聚案外界擔心 病毒是否早已擴散進社區 民眾人心惶惶戴口罩都可能被傳染 因為六月十九號當天 舅舅跟外婆北上將三人接回台中 兩人坐在前座 媽媽跟兩個小孩待在後座 五個人過程中口罩沒拿下 沒喝水沒吃東西 最後還是全車確診 關鍵就是這個動作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接觸 三人回到台中後 直接入住檢疫所 六月二十二號才回家 但令人憂心的是 三十多歲的舅舅 二十四號就出現確診症狀 六月二十九號 確認是BA.5的變異株後 外婆篩檢也被感染 但竟然只匡列出一名接觸者 也被質疑舅舅難道沒去上班 外婆沒有外出採買嗎 那這個案母呢 持續居隔到七月七號 其餘的個案都已經解隔 師傅表示舅舅跟外婆確診後 CT值分別是24.5跟28.5 正巧舅舅本來就在居家辦公 外婆則是因為兒子確診 就自主居隔才沒有外擴 還沒有看到有這個擴散的風險 本土防疫政策大鬆綁 連確診者的同住家人都不用隔離 更遑論匡列漏洞百出 要是這一家人是正常上班 只有外出 恐怕BA.5變種病毒 早已傳進社區 接中部綜合報導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 有對 中文字幕 李宗盛